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本来不想再折腾台式机的静音问题了 可是后来看到了一条评论 这位网友是这么说的 他提出了一个思路 他说把台式机里边的机械硬盘给拿出来 装到一个硬盘盒里面 当作NNS网盘用 这个思路我细品了一下确实可行 我现在有一个西部数据的NNS 用了几年了感觉还不错 它有一个外接扩展硬盘的一个USB接口 还是3.0的 可以作为扩充方案 另外我的路由器华硕86U 它有两个USB接口 一个2.0一个3.0 其中2.0的那个接口 我插了一个U盘 作为虚拟内存使用 另外一个USB3.0的接口 现在还空着 也可以接移动硬盘 做存储扩展 现在移动硬盘盒价格也不贵 新的100元以内 到时候如果真的把机械硬盘 从台式机里面取出来 台式机里面再换一个 PWM的静音风扇 整个算下来花费不到200块钱 就可以提前享受到静音的台式机了 想想还是不错的 现在台式机上大部分的常见软件 已经都安装到了SSD的固态硬盘上 比如输入法 浏览器 Office等等 只有一些游戏 音乐和视频 放在了那块机械硬盘上 等以后如果要玩游戏 可以把正在玩的那几款游戏 转移到固态硬盘上 这样游戏的体验也会好一些 这种想法还是不错 但是 真的会这么完美吗 我更加深入的细品了一下 这套方案 有两大问题 第一 WiFi的速度够不够用 第二是 硬盘的寿命会不会减少 除了这两个大问题之外 还有一些小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说一下硬盘的寿命问题 台式机里边的硬盘 就是普普通通的机械硬盘 它不是专门的NAS硬盘 如果把它作为NAS网盘使用 硬盘需要7x24小时的运行 估计会影响寿命 我买的那块 在西部数据的NAS网盘 它这个产品从硬盘的选择到设计 再到驱动到管理 以及支持睡眠 节约能源等等方面都有考虑 如果强行的把台式机里的机械硬盘 作为NAS网盘使用 刚才所说的那些考虑都是没有的 台式机里的机械硬盘 只有在电脑开机的时候才工作 其他时间都是休息的 我这个台式机平时开机次数不多 运行的时间也不长 如果把机械硬盘作为NAS硬盘使用 每天无时无刻的都在运行 感觉有点浪费 也浪费电 也浪费硬盘寿命 关于硬盘寿命的问题 先告一段落 在正式行动之前 我要先验证一下 当停止机械硬盘之后 这个台式机长时间运行的声音是否安静 这种安静的程度是否令我满意 别折腾了半天 声音还是大 这不白折腾了吗 我先拔掉机械硬盘的电源线 让台式机运行一段时间 声音果然小了不少 主要的噪音是机箱的风扇 随后我又把机箱后风扇的 那个电源给拔了 又运行了一段时间 虽然还有声音 但是噪音已经很小了 很安静 这里面只有CPU的风扇 和显卡风扇的声音 当移除了机械硬盘 并且停止了后风扇之后 这个台式机的安静程度 是能够达标的 符合我的要求 下面还需要再验证一下 台式机的WiFi速度是否够用 在验证WiFi速度之前 我先看了一下这块 细节的3TB的机械硬盘 接到主板SATA2接口上 从机械硬盘往SSD固态硬盘复制文件 这个速度能稳定在每秒钟190Mbps 3GB的视频文件一会儿就复制完了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 从西部数据的NNS网盘上 复制到台式机的固态硬盘上 这个速度是每秒钟30Mbps 台式机的无线网卡用的是 Intel的9260AC属于AC网卡 台式机距离路由器的距离是8米左右 中间有一道承重墙 台式机网卡的连接速度是300-500Mbps 网盘的读取速度是每秒30Mbps 机械硬盘直接读取的速度是190Mbps 差了将近6倍 这个差距 用户体验的降级实在太大了 如果是有线网络 那就另当别论了 台式机有千兆网卡 路由器也是千兆的 它们之间复制文件速度可以达到100Mbps 理论上达到100Mbps 而且会很稳定 但是现在的环境是不允许拉网线 那么如何解决台式机的网卡速度慢的问题呢 我后来做了很多尝试和测试 涉及到的内容也很多 比如WiFi的信号 距离 网卡的高度 连接速度 天线的数量 天线的延长线 路由器的标准 网卡的标准 等等 关于机械硬盘从台式机里面移出来 做NS网盘 这套方案可行吗 内容还没有完 我们下集再见